三百肥是台南的代表性肥中之一 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来 为了要增加三百肥的三大 这些辅助肥皂面与压价 开发不同的加工品 今天会基盘记者会 行销三百肥的新産品 希望这次将台南在地的好産品 提供出去 甘情看到的三百肥加工品 像是肥皂、罐头、拼的丁丁 都是使用台南在地吃的三百肥所制成的 除了这些以外竟收店鸡跟三百肥作成保養品 提连鸡本身的营养成本 跟三百肥增加经济变化 理事长也清新来刺略 我们借着这些交换品准备好 我们要跟渔民朋友的配合 把这四目鱼一起行销到全台湾 甚至行销到国际上去 让这样的四目鱼能够被更多朋友接受 更被更多朋友喜欢 为了要推销台南在地的合物 市长安慰特套过记者会和店鸡 正会来行销台南在地生产的肥産品 如果说三百肥是台湾人家的美食 理事长是政府登记以来 协作店鸡积极提供三百肥的商品 今年也开发不成新的産品 市民的下面还有加工品还有很多 大家这边看了 四目鱼饼 这是吃的 然后鱼松 还有鱼松 这也是最新研发出来的 那四目鱼罐头有很多啊 所以还有这鱼味仙 过去大家只知道虾味仙 虾味仙里面有多少虾 有多少面粉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鱼味仙绝对是四目鱼占很多的 可是它经过加工之后 它很多包括鱼瓶可以做这个胶原蛋白 包括这个很多的营养价值成分都可以萃取出来 就变成高价的这个很多的产品 将三百鱼最新加工品 不然是可以针加鱼的三级 竟然是可以带动鱼要的发展 在市府和店街的提供之下 希望未来可以成功行销到全世界 记载170加1 市政府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